就是上课 所以有些资料可能你要预先 如果要备份的话 记得就是比如说像我们那个C别底下 那个开启这个Eclipse Eclipse里面或者是说里面 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你之前写过的程式 那记得就是在那个 如果你要知道你放哪里的话 在file里面有一个switch workspace 你点other他会告诉你说你放哪里 所以基本上我是放在C别底下的这个路径 如果你要把这个 你之前写过的程式备份起来的话 你可以找到这个 另外的话呢 还有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讲过 那个Eclipse里面的那个 那个什么Python的路径 所以你那个Python的路径 也许你可以从这个pydev里面找到 那我们又放在那个C别底下的 那个Python的363 你可能跟我不一定一样 不过基本上如果你要找到相关设定的话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找到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备份的话 你可以到C别 像我这边可以把C别的这个workspace 好啦 也许我建议你可以把它压缩起来再备份 不然的话你可能 直接把它复制到你随身碟 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 因为他档案很多的小档 花的时间比较多 那其他还有什么363个 另外还有那个Eclipse的话呢 就是Eclipse 我之前有把那个目录改个名称 所以如果你要备份的话 基本上可以把这三个目录备份起来 那你拿回去家里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话 那基本上开起来 应该就可以继续把这个这个后面 如果有一些程式 你要把它继续完成的话 可以直接从这边去找到 那我们最后一次上课的话 是讲到有关那个 也是从网路上捞资料 不过捞资料部分的话呢 是捞相对的比较简单的 所以第九次最后一次上课 基本上 讲到的是有关那个 就是下载这个资料 那当然最后是把它存到资料库里面 那下载资料的话呢 特别注意就一定要先安装一个叫 request的一个 一个相关的那个套件 那我们利用那个request 它可以帮我把网路上的资料 给下载下来 那特别注意就说呢 我们在第九次上课的时候呢 下载的资料 通常是比较有 比较是简单的啦 因为它网路上面 基本上就是CSV 那CSV中间加豆典 那后面的话呢 当然它有一些换行的符号 那除此之外的话 还有最后讲到有关 那个jackson档案的那个格式 怎么样把它下载 那不过jackson的档案格式 通常下载会跟那个dictionary 那个就是dictionary这种资料形态呢 做配合啦 搭配 所以这个立方的话呢 我们把资料下载 然后最后是把它放在那个 SQLite的资料库里面 所以这个影片的话 网路上都有 那那因为今天最后是上课啦 所以之后的话 请各位就是说网路上面的东西啊 如果你还需要用到的话 那请各位自行备份 因为网路上的东西啊 不保证永远都在啊 你不要隔很久之后才跟我讲说 资料你找不到啊 那另外影片也是一样啊 影片的话也不保证永远都在啊 所以主要是提供给各位那个 回去还可以啊 再把那个就是有些动作 假如你比较不熟的话啊 可以再做复习 尤其是有些蛮多那个城市相对复杂的 像资料库 或者是说像网路上捞资料部分的话 那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啊 可以再回去啊 就多做复习啦 因为像这种东西呢 还是要多练习 虽然城市加起来没有几行 像我们最后是找那个 把网路上面那个台北市政府的公园 那个景点的资料下载下来 那基本上加总起来 城市大概也只有十行吧 可是问题里面蛮多的细节啊 假如说你有些地方没有注意到的话 那可能就会发生问题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那个就是有关那个档案的备份部分 那今天的话呢 最后因为剩一次上课 所以我们把那个课程部分 把它集中火力到比较重要的 我是觉得 我们今天主要来看一下 就是那个 怎么样截取网页上的资料 那截取网路 网页上的资料跟之前截取网路资料 其实最大不一样是网页上面的资料 相对的它的复杂度又会更高 那哪些复杂度 首先第一个呢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那个 像比如说网路上面那个 YouTube上面的清单 假设啦 比如说我们每次上课都会有个清单 像第九次上课 这个连结 点进来之后的话 假设我有六段影片 那这六段影片呢 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个这个网址 那我针对这个网址里面呢 我希望取得什么 取得这里面的那个名称 比如说这里面的文字 我希望把它get到 当然以前的话 如果说你要图法力刚 一个一个的把它下给 把它抓那个上面的文字资料的话 那恐怕你可能要什么复制贴上 在自己再把里面东西抓出来 不过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程式 抓两个资料 第一个就是这个上面的 它的那个标题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里面的超连结 那比如说超连结 我通常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什么 假设邮标放上右键 这边有一个叫 复制连结的网址 OK 那不过呢 如果说以后你的那个 网路证要太多了 像比如说我每一个 课程都会有完整的连结 那比如说我要做备份的话 那我总不可能说 我慢慢在复制贴复制贴 那复制贴的话 我光贴这些课程 就很耗料很多时间 所以其实通常都写程式就可以 比如说我今天呢 你可以用Python 然后抓 但是我要抓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是 上面的标题名称 第二个的话呢 是里面的超连结 那我今天如果希望呢 利用那个Python 帮我把这两个东西抓下来的话 要该怎么做 OK 那里面的话可能 按不就让我们来看 接下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要抓网页资料 一定要了解 如果你要抓上面的东西 你可能要慢慢熟悉 你按右键 这边有个检查 这个功能还蛮重要的 主要就是说 它其实网页上面给你看到的东西 基本上它背后怎么运行 其实就按右键可以检查 比如说油标放在这上面 按检查 那你可以看到 按检查之后的话 它会帮你秀出什么东西 秀出那个网页里面的相关的程式 那其实它背后运行的就这些东西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抓网路资料的话 恐怕你不能只是看那个前面的东西 你要看后面里面的东西 而且要能够看得懂 里面的话基本上它的架构 最重要的两个东西 我要抓的话 第一个你要知道它的那个HTML的标签 所以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如果把右键 检查之后的话 它会跳到这边来 告诉你 另外的话你慢慢要熟悉说 其实我觉得Chrome浏览器 这个是Chrome 你不要用IE浏览器 它另外的功能就是 除了按右键检查之外 你的游标停在哪里的话 它也会产生阴影 告诉你说 这个区块其实就是这个范围 这个区块就是这个范围 所以我今天要抓的标签是一个A A开头是超连结 那这个超连结里 第一个就是要告诉他说 你是什么样的HTML的标签 第二个要告诉他什么呢 它的类别 class 后面有个加一个class 那这个class的话就是它的类别 其实这个后面就是CSS 所以基本上你恐怕 如果你要真的能够彻底的学会 那个从网路上爬资料的话 恐怕你要看得懂两个东西 一个是HTML 一个是CSS 这两个的话没办法 因为它背后 网页背后的那个都是 透过这两个东西帮我们完成的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利用Python帮我把 这两个东西爬下来的话 那我可以告诉他说 我要抓的标签是A 它的class是什么呢 后面这一串 OK 那特别注意 这个class你会发现 它其实这边可以有很多class 那中间用 那个空白分隔开来 也就是说它可以叫这个名称 也可以叫这个名称 也可以叫这个名称 所以它底下有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名称 那你只要取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取这一个 那我就知道说呢 我取什么 第一个它的HTML标签是A 那它的class呢 是后面这一个 那我就可以抓到什么 抓到这一些资料 OK 因为这些资料呢 它们都有一样的class 也有一样的那个HTML标签 OK 而且这个class其实 有点类似样式啦 也就是说 这个前面的标签就好像说 Tag嘛 标签 比如说它是国中生 后面class呢 就是哪一班嘛 比如说101班的 后面就是class 这样抓出来 才会抓到那个101班 OK 那不过呢 这class后面它可能有什么 它是101班 另外也有可能它是什么 一年级 也有可能它是 反正它有可以很多种叫法啦 所以我们只要取一个 比如说我要抓101班 那它就把101班的那些资料 都帮我抓回来 那我就可以把它显示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待会我们就会用实际案例来看 那这个如果你了解之后的话 要再抓这个资料就简单了 其实程式大概不超过10行 不过呢 如果你要抓这些资料的话 还必须要安装一个东西 叫做Beautiful Soup 4 OK 所以待会前规第一个 在第九次上课 我们是装那个request 那今天的话呢 又要再装一个叫Beautiful Soup 4 这个套件 那装的方式的话 跟前面一样 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的配置没问题的话 你直接打Pipe Install就可以 那如果你的配置有问题的话 你干脆直接到C点底下 找到那个Python的363个 然后呢直接找到它Scripps里面 看里面有一个Pipe 有对不对 你就直接点上面一下 还记得吧 打一个CMD 对不对 Enter 它就跳出那个命令提示资源 就是那个DOS模式 然后呢 接下来你就输入什么 输入后面这一串 就是Pipe Install 然后呢Beautiful Soup 4 把这一段文字把它怎么样 把它输入上去 那你可以自己打啦 或者我记得这边好像也可以按右键 好像按右键它就贴上了 那接下来的话 你就Enter就可以了 理论上应该它就会去网路上帮你怎么样 把Beautiful Soup这个套件 帮你从网路上下载到你的电脑 当然前提是你电脑一定要连线 OK 有连线 然后呢 你的那个Python的套件也没问题啦 之前好像有同学 安装的时候一直出问题 不知道是版本的关系怎么样 不知道 然后来它就又换了一个Python的环境 又OK了 所以如果你待会 它假设你的环境出问题的话 你就是直接换一个Python的环境 Enter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怎么样 直接去网路上帮你找到 找到之后的话呢 它就帮你直接下载下来了 不过呢 它会跟你讲说 你可能要upgrade你的版本 不过这个后面的讯息 暂时你可以先忽略没关系 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是3.6的 Python是3.6的版本 不过现在Python的版本好像已经变成3.7了 所以如果你打这个打Python 按Enter 它就到这边Python的那个 你会发现之前我们download是3.6 所以你现在已经3.7了 那如果说 假如说你的环境有问题的话 不如你就是再重新安装一个路径 那路径的话 可能你装好之后 你可能就是再重新 另外还有个什么地方是 可能在Windows你的那个装的环境 我们现在是指向的是那个3.6 3.2 假设你又装了一个新的环境 是那个3.7的话 那你就把这个环境指向3 这个Python的3.7 3.2的环境 然后呢 用那个3.7 3.2的那个环境 去安装 不然的话 我之前好像有遇过蛮多东西 安装会失败的 安装失败的话 你换一个环境就OK了 不过有时候 这个到底为什么 有时候 因为我没有遇过那个问题 所以 我觉得你倒也不要装你脚签 反正你就先可以run就OK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安装完毕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拿那个 就是 刚刚的范例 刚刚范例 我是放在云端白板的6 6-4的地方 那你可以往下看 下载那个 就是YouTube的清单 其实如果你安装之后的话 你就把它怎么样 把它用input的方式 我input那个beautifulsup4 然后呢 把它重新命一个名称 叫BS4好了 那如果你不重新命 你OK啦 只是beautifulsup4 实在太长了 那我就利用它做什么 帮我去把那个网页的资料 把它爬下来 爬下来之后 我只要取一个A 然后取后面 就是它的class名称 前面是标签名称 HTML 后面是类别的名称 就CSS 那它就会自动帮我 把我要的东西 全部抓下来 所以看到的话 就可以类似像 像我这边画面这边有看到的结果 那请各位呢 先稍微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第一个呢 先把那个beautifulsup4的那个套件 从网路上把它装起来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已经安装好之后的话 那我要再把那个 YouTube上面的 那个网页里面的资料 把它快速爬下来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所以如果说假如 你已经有很多清单 你希望把里面的东西 全部抓下来的话 那其实利用那个爬虫 当然是效率一定是最快的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爬虫 会需要 上一次的request之外 还要多一个叫beautifulsup4 这两个那个外挂 才有办法帮我们 达成我们要的这个效果 那基本上request 基本上他就也是这样抓网路资料 那beautifulsup4 基本上他就是帮我找到网页里面 我要的那个 Tag 标签 HTML 跟他的CSS的样式 主要是透过beautifulsup4 当然如果你不会 用beautifulsup4 当然也可以把资料爬出来 就是说可能会问题还蛮多的 先试一下把那个beautifulsup4 先把他装起来 好